弟兄姊妹大家主日平安 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抓住神 来自于马可福音的五章21节到第43节 是继续上次李刚牧师所传讲的来自于马可福音的信息 非常高兴在开学前的最后一个主日 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来自于神的话语 一想到开学我这个血压蹭就上去了 在神学院学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一门课就有1500页的阅读 下学期我有四门 所以放假相对是比较轻松的 放假的时候我喜欢有的时候去刷一下手机里的短视频 虽然很罪恶但是确实能让我放松 前几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我无意当中刷到了一个视频 我觉得上面说的话非常的好 我把它记下来了 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话 作为我们今天一个开场的理念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当你学会珍惜的时候 有些东西早已不在了 人生最大的遗憾 不是错过那个你最在乎的人 而是错过了那个最在乎你的人 有些事错过了 就是一辈子 有些人一转身 就是永远 这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的优美 而且其实它写得还是很深刻的 但其实这段话和我们的基督教 和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的这身 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 至少这么直接看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它其实给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属实的 非常务实的智慧 什么智慧呢 就是我红色标出的这句话 谁都不愿意错过那个 最在乎你的人 那如果我把相同的问题 问台下的朋友们 那在你的心中 谁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 你可能会想到你的父母 你也许会想到你的家人 你甚至有可能会想到那些 跟你有出生入死经历的朋友 你可能每个人想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之上 我再加一个条件 谁不仅在思想上在乎你 而且这个人 他始终有能力帮助你 从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中 解脱出来 谁能做得到 我相信你刚才心中的一个答案 对那个范围 现在有可能 这个范围再缩减了 因为很简单 想得到不代表能做得到 他思想上在乎你 不代表他每次都真的能帮得到你 那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变得再可可一致 我再加一个条件 谁不仅在思想上在乎你 始终能帮助你 从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解脱出来 而且 他更在情感上 深切的 爱着你 他愿意时刻的看顾你 他时刻的 在你的左右 朋友 我不知道 你的心中现在能不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你在心中现在的答案和一会儿我所传讲信息中的这位答案 不一样的话 那我非常真诚的希望 你在我想完之后能告诉我 你心中的这个人是谁 因为我也很希望认识这么一个又有爱心又有能力的朋友 我也想认识他 但是 我觉得你的心中 可能很难有这么一个朋友 但是我有 我的心中的这位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今天的经文呢 是两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故事里面看到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他把那些令人绝望的情况 变成了希望 变成了喜乐 这两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是 无论如何 无论你是从理性的角度 还是从感性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都不应该错过 我们眼前的这位 耶稣基督 我们都应该 今天的主题 抓住他 那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 会逐步的展开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的这位神 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 他开创了神的国 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尤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他所展现出的 对疾病和死亡的权柄 这种权柄是无与伦比的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 这位神 这位大有能力的神 他并不是那位高高在上的 和我们没有关系的神 他不像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可能也挺有能力的 但是他离你太远了 他对你人生的需要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位神 我们的这位主 我们会看到 他最在乎你 他也最爱你 那今天呢 我们会有一些应用 这个应用集中在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备我们自己 如何更好的让我们准备好 去接受来自于神的恩典 神的神迹和神的爱 那同时 更核心的一点是 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 去抓住他这样伟大的爱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抓住他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天父我祈求你 打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真正能 把今天的经文所讲的道理 听到我们的心里 给我们安慰 给我们亮光 让我们得见真理 和来自于你的荣耀 以上祷告 奉活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兰 今天的讲道呢 我们会分成 提纲上是三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从五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看到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 展现的第一个核心的部分 耶稣基督对疾病的圣灵 三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 展现的是他对于死亡的圣灵 那同时我们能看到一点非常重要的是 当他在行使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同时 他在展现出对我们的那份爱 那份深刻的爱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预备自己 去回应来自于他的这份爱 好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经文 第一部分故事的开始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非常严谨 也应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 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那上一次李刚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加利利地区的地图 那上一节经文呢 发生在加利利湖的东岸 那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坐着船从东岸回到了西岸 西岸呢是传统的犹太人聚集区 耶稣呢 我们通过之前我们传讲的经文 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 耶稣在这里面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和骑士 那在这个区域 他的名声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从经文里能看到 有许多人聚集在他的身边 哪怕他刚刚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 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我可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雅鲁 我们看到在开始 静文告诉我 男主人公出场了 他叫雅鲁 静文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了 我们他的传统 他是一个犹太的管理会堂的人 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犹太人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管理层 属于犹太人的精英阶层 他有一定的身份 他有一定的地位 他一定也有相应的 一定的财富 他虽然不是最顶尖的 金字塔尖上的那种 但是他是属于犹太人的精英阶层 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犹太的精英 他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的小女孩要死了 雅鲁作为犹太社会的精英 他非常清楚 同样作为犹太精英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非常清晰他们 是非常厌恶耶稣的 非常讨厌他 非常讨厌耶稣所讲的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 雅鲁非常清楚 如果以他自己现在的身份 在公开的场合去接近耶稣 就会产生非常多负面的影响 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 会产生甚至让他失去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吼 雅鲁的心中一定是有担心的 毫无疑问 但是这些担心 这些惧怕 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他所挚爱的那个小女儿 马上就要死了 我能从经讨里面感受到 雅鲁作为一个父亲 他内心的那种绝望 他作为一个父亲 他一定是非常爱他的小女儿的 他甚至可以愿意替他去死 但是作为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做什么 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没有能力去帮助他的女儿 即使他有很强烈的冤枉 他所有的身份 他所有的地位 他所有的财富 雅鲁曾经认为 他非常想追求的那些 让他引以为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现在发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临面前 一问不止 他没有办法 我们的这位雅鲁 我们的这位犹太人的精灵 他需要非常诚实地承认一个问题 承认什么 成了自己的优先 我们看到这位父亲他在做什么 红色的部分是他 这位绝望的父亲的行动 我们看到 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 看到这个经文展现出 非常有画面感 有张力的文字的这种描述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幅画片的话 我们会看到更有张力的一个 展示的 从网上找到了这幅 扶在别人脚前的图 我们看到在这幅图里面 雅鲁他所展现的是一种极度的谦卑 他表明在耶稣基督在这位神的面前 他可以完全的降伏自己 屋体投地 完全的把自己放下了 因为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需要把自己放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 非常生动的展示了 什么叫做 俯伏在脚前 那这幅图呢 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经文的音乐 就是当我们去迎接 神所施展的 医治的大能的那些神迹的时候 在神所展现他的爱之前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预备我们自己 所有人都喜欢神迹 无论你是信的 你还是不信的 每个人都喜欢神迹 我也喜欢神迹 每个人都希望什么 都希望神能听他的诉求 但是我们看经文怎么说 诗篇十章的第十七节 耶和华 谦卑人的心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侧耳 听他们的祈求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些经文里面 对于谦卑的强调 谦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谦卑人的心 听祈求 那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步道家斯图珍 他被称为有史以来 可能最伟大的宣传福音的步道家 他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Every Christian has a choice between being humble and being humbled 什么意思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无论如何 你都得学会谦卑 你要么自己去谦卑 being humble 要不上帝会帮助你谦卑 being humble 但是无论如何 你需要让自己 谦卑下来 经文写得非常清楚 那 这个道理呢 是很简单的 动动嘴皮子 我就能跟大家讲 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是 非常非常困难的 非常非常困难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学习这个道理的 神是如何教我这个道理的 熟悉我讲到的朋友 弟兄姊妹 可能知道 马上又要到的故事时间了 故事时间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 不是来自于拆的GVT 也不是来自于 我从其他地方找到 某一本书上的经历 今天的故事呢 是我自己的故事 是我自己的 那从今天的 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我学到了 太多的东西 比如说 如何去敬畏神 如何去等待神的时间 但是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神把我放在那个 和现在这个雅鲁 一样的那个绝望当中的时候 他首先教我学习的 是谦卑的道理 那故事是这样的 在2021年底的时候 我们全家呢 来到了美国 非常感恩呢 我们在疫情 这个非常困难的时间 我们离开了中国的北京 放弃了我们自己以前的生活 来到了美国 来到了路易卫尔 来到了美兰神学院 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认为 获得了非常清晰的 来自于神的带领 我们需要 结束我们之前的生活 然后把我们后面的人生 奉献给神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 不可思议的 来自于神的带领 在那个非常困难的 疫情的时间 我们经历了很多神 但是在那个当下 我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在学习这些知识之前 在我真正去美兰神学院 去获得装备之前 我最迫切需要学习的 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 我印象非常深 当时在填写美兰神学院的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是问 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一看这个 我写写了擅长 我写了什么呢 我写了我在银行工作了16年 擅长沟通 擅长管理 擅长整合资源 擅长解决问题 但是我一个字 神都没提 劝了 劝了我是自己 现在想想的都是非常可笑的 美兰神学院居然把我收了 这也是个神迹 大家笑了 这个 其实我自己想想我也笑了 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在那个时候是不正确的 但当时的我不知道 当时的在我思想中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的都是我 我我我我 我有 钱 我有经验 我有能力 我有技巧 我能解决 那些我想解决的问题 虽然不是一定是全部的问题 但是我能解决 大多数我想解决的问题 这个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六节 经文怎么说的 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马上管教来了 在我看来很这个不堪的往事 非常不堪的往事 那我们当来到美南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住宿问题 我们住在哪 我们没有地方住 在当时的最好的选择 一定是住在学校里边 因为作为一个 没有在国外生活经验的国际学生 我们对于国外是完全不了解的 那住在学校里呢 第一是价格是很便宜的 其次呢 上学也很近 而且呢 离弟兄姊妹都非常近 也很方便 所以住在学校 一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但是呢 这个虽然我们提下了很久神经 这个僧多 周少 最后还是 虽然等了很久 但是学校依然 持续的告诉我们说 没有房子了 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地方住的 我们只能选择呢 拖延求其次 暂时呢 住在学校旁边的另外一个牧师的家的地下室 那个地下室呢 条件还是很恶劣的 我给大家形容两点 大家可能有个很直观的一个印象 第一呢 这个地下室它只有一张半床 你肯定想怎么还能有一张半床呢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有一张这个双人床 queen size的双人床 这张床呢 只有一个床垫 同比一个孩子睡在上面 还有一个呢 很小的单人床 我甚至觉得可能是个儿童床 不大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床的床板只有一半 你睡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你一不留神就咕噜 就掉下去了 睡的时候刚开始不熟练动作 掉下去好几次 所以我只能勉强的称之为半掌床 那还有一个非常令我们烦躁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下室 它那有空调的压缩机 就在我们头的旁边 虽然有一个木板隔着 但是就在我们头的旁边 那是一个冬天 冬天的话压缩机需要持续不动 不断的启动 然后轰一声 加热 楼上是很暖的 但是楼下是很烦躁的 刚想睡着轰一下 我们当时有时差 没有办法休息 再加上床 再加上压缩机 所以我们的睡眠是 非常非常非常差的 但当时其实我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我当时想的是说 没事 咱有脑子 有钱 有经验 有技巧 有能力 能解决这些问题 这都不是事 所以呢我们选择租了一个车 大不了去跑一跑 对吧 虽然英语不好 对吧 但是还是可以交流的 去找找看其他的partement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呢 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房租市场很奇怪 所有的partement 无论远的近的都满了 哪怕那些曾经口碑不太好都满了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突然求其次选择 更贵的去租那些独立的house 那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独立的house 所有的房主都提出要求 必须让我们出示 稳定的工作的流水 我哪有什么流水啊 我刚来一国际学生 我的流水都在中国银行呢 他又看不懂中文 所以我没有流水 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那怎么办呢 我跟他说 我能不能预付房租啊 我预付六个月的房租 我甚至预付九个月 预付一年的房租 中国人那时候四位来了啊 我尽数说服他 那美国人呢 这个很死这个脑子说不行 不行 no 我不知道 当时我不知道一些 很多后面的事情 但是看不出什么 我不行 所以我面临一个什么局面呢 拿着钱干不了事 我的钱 亦无尽数在这个问题上 那随着时间慢慢慢慢的推移 我们提前七天来 马上七天都过完了 但是我们一无所获了 那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开学 马上就要开学 而且这个时候呢 我逐渐开始意识到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以前认为 我可以通过自己把一切 抓在手里边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好像并不疼 我好像并不疼 那旧的问题没解决 新的问题也接触而来 非常多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 我感觉我自己的压力 在与时的聚增 我感觉我已经快到了 那个临界的点了 而且呢 刚才说了 住的那个地下室 基本没法睡觉 基本没法睡觉 而且呢 那会儿是新冠 新冠期间的空气当中 我觉得病毒的密度 可能都会高一些 所以很快呢 身体弱 再加上病毒密度高 很快就都病了 旁边的孩子都病了 发烧 咳嗽 生病 回声务力 我还撑着呢 我还撑着一口气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倒下了 就都完了 我还撑着呢 那我非常记着 那一个让我觉得绝望的夜晚 我觉得我永远会记着那一个夜晚 当时呢 我躺在那半张床上 有一些光亮 我能看到 无比的情况 但是我感觉我的眼前 一片黑暗 因为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经历这些 我觉得这个差距 大到令我窒息 我认为我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父亲 看着我所爱的人 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 就那么闻声无力地 发烧地躺在我的旁边 那一刻 真的 我的心真的碎了 而最关键的是 我那个一刻 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觉得我的精神 真的到了极限了 我在我的内心呼喊 我说神啊 我说你在哪啊 我说你把我领来了 为什么让我经历 所有的现在的这些东西 你到底想让我看到什么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甚至在那一刻 我都想到我需要回去了 但是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 没有飞机回不去 虽然我想回去 我有钱 但是我回不去 我被困在了 那个地下室里 我被困在了我的那个 板凳床上 我恳气地祷告 在你 我求生 救我 我说我明白了 没有你 其实 我什么都干不了 在那一刻 在那一晚上 我觉得我真的 把自己放下了 学到了那一刻 我意识到 在我真正学习 所谓的那些神学知识 所谓的那些牧养的知识之前 我首先需要学习的 谦卑 因为我意识到 我的那点能力 和所谓的那点智慧 和这位创造宇宙 和这位掌管一切的神所相比 真的 连浅薄都算不上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的是耐心地 走在神的身后 就像刚才那幅图一样 浮在他的脚前 我学会了这一刻了 第二天呢 一早上起来 拖着疲惫的身体 一夜没睡有事 我去到了学校的house 就是负责房屋的 这个管理的部门 其实当时只是死马当活马 其实我已经沟通了很多次了 跟他们 都是没有 我想呢 死马当活马一 我觉得最后一波 我就去找他们 我跟他们讲 有没有房子 我说你再看一下 万一有呢 我其实没有抱什么希望 但是呢 经办的那个小姑娘告诉我说 还真有 她说我在习宗里 真的给你找到一个 我不知道 站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好像听错了 我说真的有吗 我确认了好几次 我就以为我英语不好听错了 她说真的有吗 yes 真的有 那在那一刻 我意识到经文里所写的是什么 神所给予你的是 远超你所求 所想的 我们想的只是找一个地方 哪怕多花一点钱 承受的不方便 没关系 但神所给予的是 那个最好的 在学校里的房子 因为她知道我作为一个新生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国际学生 我需要的是弟兄姊妹的合伙 我需要的是方便 她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 所以她给了我学校的房子 当时拿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回去告诉彭蜜 彭蜜都完全不相信 她觉得我在安慰她 我就在骗她 我说这是真的 我说一会儿就可以去签合同 然后当我们签了合同 拿着钥匙 走到那个房的门前的时候 看到房子的上面的那个 门牌号 424 这个是我的生日 就在我看到门牌号的那一瞬间 真的我心里面的圣灵告诉我 真的那一刻的感动啊 真的无以言表 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的圣灵告诉我 这个就是神 所给你行的一个神迹 祂给你的礼物 真的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所以在那一之后 在那一个神迹之后 在那一个夜晚之后 我们又经历了非常多 神奇妙的带领 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但是我愿意说 那些都是来自于神 非常神迹式的带领 而所有来自于神的这些 奇妙的工作这些带领 都是从我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谦卑 开始 我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我所谓的骄傲 我所谓的那些能力 我所谓的那些人定胜天的决心 还是那句话 在真正的混乱面前 在真正的世界的邪恶和他的混乱面前 一文不值 神不需要你走在他的前面 告诉你他应该怎么做 而是需要你放下你自己 谦卑的像雅鲁一样 像我一样 承认现状 承认你的需要 去仰望 来自于我们这位神的大 我们来看 耶稣基督 他对于疾病的权利 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漏 我们看到的马可 他非常喜欢一种结构 就像三明治一样 在讲一个故事的中间 他会穿插一个新的故事 但是整体都是为了反映相同的内容 和主题思想 我们看到他穿插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那这个女人 25节的这个女人 她是我们今天的女主人公 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我们非常清晰的从经文里看到 她患了一种病 什么病 血漏症 在利未纪的15章 有非常清晰的对这种病的描述 她其实就是女人 她没有正常的生理周期 她全年可能都在流血 这是一种病 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是非常注重礼仪的 她强调人的完整性 在神的面前 而流血 血象征的是生命 所以当你流血的时候 相当于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是不完整的 你是不洁净的 那作为神的子民 神要求每一个子民都是洁净的 所以不洁净的人 是不允许去侍奉神的 同时他也不允许去触碰别人 因为你会把你的不洁净 传给身边的人 你不可以做这种事 那得了这种病 如果类比到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病是什么呢 就像你得了新冠一样 而且呢 还是在中国得了新冠 中国政府把你关起来 你哪里去不了 自己在那个小屋子里面 你被隔离起来了 所有跟你有密切接触的这些人 他们需要怎么样 他们需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 他才可以重新的获得 而这个仪式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谁都不愿意自己 被这种不洁净所沾染 首先你自己要求你不能去碰别人 也没有人愿意来碰你 我们可以用可怜来形容这个女人 对吧 这一个病了12年的患血流症的 可怜的女人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身体承受着很大的痛苦 但其实超越这种身体上痛苦的 是来自于她的心灵 来自于这个社会所给她的压力 因为根据利维基的要求 这种女人是不能参加任何公开的社会活动的 她没有朋友 甚至她坐过的地方 她摸过的那些东西 都是不捷径 都需要走一套捷径的仪式 才OK变成重新的捷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女人是什么 她可以说是一个底层中的底层 她是一个行走的瘟疫 是一个移动的垃圾 如果用一个英文 前两天我在看commenter 我看到一个英文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 她是这么说的 她用了两个词叫 Living Death 生不如死 这个女人你看着她活着 但其实她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经文里面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对她的卑卑的描述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基督和非常很多神奇的医治 很多人都主动的提出了 他们被医治的需求 但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这位女人 她卑微到 她连这种需求 她都不敢提出来 又我们看到 她不敢说她的需求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夹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我们看到 这个可怜的女人 她也没有坐以待避 她知道 她得做点事情 去拯救她自己 虽然律法明确的禁止 她在不洁净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触摸任何人的 她不能出现在 宫中的场合 但是当她听说 耶稣来了的时候 她听说 那位可以行神迹的 大名鼎鼎的 耶稣来了的时候 她知道 她的病 不希望 我们看到 她出来 绿色的部分 一共 我们看到 有一个连续的动作 描述 她被自己所做的 这个事情 换了十二年的血流 受了许多的苦 花尽了她 所有一点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听见耶稣 从后头来 看到 这个动作在一起 一气呵成 她的动作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她非常清楚 在她的心里边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这也可能是我最后的手段 我不能让这位神 就这样的从我身边 走过去 我听过很多 关于她医治的神迹 我知道她今天 一定可以 我不想再考虑后果了 我也不再奢求任何东西 她甚至不必为我停下来 我也不想打扰她 她甚至不需要把手放在我的身上去 替我去医治 我只要摸一下她的衣服 我只要摸一下她的衣服 我就可以 一定好 我们感受到什么 我们感受到她强大的信心 那她相信的是什么呢 她相信的是我们这位主 这位神 我们这位耶稣 她具有对疾病的权柄 她相信这个能力强大到说 我只摸一下她的衣服 我的病就能好 这种信心 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其实马可 除了告诉我们这个神奇的医治之外 他想在这个青春里面展示更深刻的东西 我们看到绿色 我标出的绿色 这一共是七个 如果我们回到希腊语 或者回到英文的翻译的话 我们看到是七个分词 这个一二三四 我再数一遍 上次当了白数 上次数错了 这次重新数 确实是七个分词 那七个分词 再加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就是那个摸 马可一定是故意为之了 他一定是故意的突出这个红色的摸这个字 为什么 为什么马可要突出这个摸子 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的时代 疾病 刚才我们讲了 疾病和不结 它都是具有传染性的 这种疾病和不结 会厉害到什么程度 就算那位职位最高的那位大祭司 那个可以和神 有直接沟通的那位大祭司 旧约里面 No.1 但是他也只能怎么样 也只能躲避这幅不结境 这个女人来了祭司要躲避 因为他也会被传染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 新约的这位更好的大祭司 这位的耶稣基督 对他来讲这种传染性 不再是问题了 所有的不结 所有的以前的只能躲避 但是到耶稣基督这里 总不再是问题了 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触碰了他 我们的神没有被他所传染不结境 反而怎么样 反而把那个女人说结境 这个是非同寻常的 马可希望我们关注到摩这个词 他其实在提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什么 时代变了 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 他展现出了翻转疾病和痛苦的能力 他的神奇的医治 他的神迹 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所有的 关于神的国 关于那个新的世代的语言 现在开始实现了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帮他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警 来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他 那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谈到什么 首先29节 看到一个红色的立刻 立刻表达了什么 立刻表达了这个女人 12年的血漏中的痛苦 就在触碰 我们这位耶稣基督那一刻 立刻消失了 这个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神迹 展现了我们的这位神 对于疾病的全面 非常清晰的展现 立刻 那这位女人呢 她其实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她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她期待的只是一个 对她的遗旨 她期待的只是一个神迹 但她没想到的是什么呢 她没有想到的 我们的这位神知道这些 她更没有想到的是神 会把她绞住 看到三世纪耶稣说 谁摸我的衣裳 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深度的思考的 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他知道一切 他一定知道 谁摸的他 我们的这位女人 患了12年血漏症的女儿 她是主人公 对吧 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那我们作为读者 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 我们也知道谁摸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耶稣还要让她站出来 为什么要让所有周围的那些观众 那些群众 包括我们的那位雅鲁在内的群众 让他们注意到 难道说耶稣不知道 说把这个女人公开的叫出来 公开的揭露她这种违背律法的行为 可能会让她被公开的再一次的羞辱吗 难道她不知道 其实更好的方式是让这个女人 默默地离开吗 让这个内心得到满足的 得到医治的女人 安然地离去 看到耶稣没有这么做 这个带出了我们今天第二个节目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在我们获得医治以后 在我们经历了神迹 在我们经历了神的带领之后 我们不能理所当人的就 像那个女人最开始说的 我们停在哪儿 我们就要走了 神说的那样是不对的 你需要回来做见证 做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看到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爱我的人 就遵守我的命令 那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 非常清晰 他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需要做他的见证 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 怎么描述的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将实情全都讲出来了 全告诉 全都告诉 那这个信息包含什么呢 一定包含了他换了12年的血漏 他寻衣为药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但所有这些 如果他不讲出来的话 周围的那些人可能不知道 雅鲁可能不知道 所以神告诉他 你需要把他全讲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见证是有非常大的力量 首先对我们自己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去做这种见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在 重新梳理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看到这类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 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 去规和他的关系 每一次分享你见证的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信心见过的过程 帮助你去抓住他 去抓紧他 同时这个见证其实对别人 对于你身边的人 对于你分享的那个对象 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当你见证这一位 拥有一切天上地下全柄的神 在你的生命中在你见识的别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神迹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的故事 像前两周我和Astor子妹在分享的她做校园事工的见证 同时今天一会儿张子妹也要跟我们分享的在她老婆宣道的时候所做的见证 所以见证的神的带领那些神迹 这些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可以帮助听到的人 兼顾他的信心 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来自于神的力量 可以勾起他们对于神的渴慕 他们有可能因此而获得跟你同样的这份宝贵的力量 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告诉我们 神同样也会给我们非常积极的回应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我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绿色的标出来的女儿 这是一个宝贩深情的称呼 整个四本福音书里面 这是一个唯一被称为女儿的人 就这个患12年血楼症的 他是唯一的一个被称为女儿的人 那在这个称呼里面 我们不仅仅能看到来自于神的大能 我们更能感受到来自于他的那份深刻的爱 如果我们按照属世的标准的话 生活只欺负穷人 如果按照属世的标准 这个女儿 她什么都不是 她不像我们经文里的另外一个女儿 有雅鲁这么一个好爸爸 那个有钱有势有权的好爸爸 甚至可以把耶稣请到家里面给她治病 她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爸爸 她忍受了12年的痛苦 没有人愿意帮助她 即使是有也没有人真正有能力去帮助她 但是我们的这位神 现在却把她称为女儿 神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她 我爱你 我不嫌弃你 我愿意为你停留 我愿意医治你 我愿意赐给你新的生命 让你成为我的家人 让你成为我的女儿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份爱 难道你不想去获得这份爱吗 难道你不想去获得这份爱吗 更深刻的爱着你的神 你不想抓住他 你不想抓紧他吗 那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 第三个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去抓住 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有爱的神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抓住他 红色的字写得非常清楚 你的心救了你 我们看到非常清晰 是你的信 不是你的知识 不是你的地位 更不是你的钱 这些都不是 我们知道刚才在经文里面 耶稣是一个 在一个非常拥挤的环境里面 所有的人跟他摩肩接踵 很多人在碰他 但是那些人都没有得到遗旨 只有这一位女儿得到了遗旨 看到经文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 他用他自己的信心真正抓住了神 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因信成疑 以福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此坏 我们看到 经文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圣恩典 圣给我们的信心 但信心本身 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魔力 它没有任何的魔力 信心本身 它更像一扇大门一样 当你通过这扇大门 推开这扇大门的时候 你所连接的是那位掌管一切的 创造这个世界的主 我们没有的它都有 我们做不到的 它都做得到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害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弟兄 约翰同学 不许别人 跟所谈 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 这个情节是非常紧凑的 情节非常紧凑 刚刚讲完前一故事 马上后面的情节 高潮就来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这位雅鲁啊 这个犹太社会的精英 他面临着对他信心 更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 这个让我们更好地看到 他所面临的情况 就好像他好不容易 请了一位名医啊 坐着救护车 现在来救他的女儿 现在结果被堵在 64号高速路上了 过不来 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 接着一个段线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他所有的幻想 所有曾经的希望 在看到信息的这一刻 都破灭了 他所展现的是 相对于刚才的致病 雅鲁需要展现出 更大的一个信心 那同时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我们看到了神 他在亲自帮助雅鲁 在塑造他的信心 我们看到是 耶稣亲自对他说的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被环境去干扰 你只需要坚信 你只需要坚定 你的这位神 他一定可以施展 更大的神迹 那作为我们的主人公 作为雅鲁 他像我们一样是 有限的 他站在时间之内 三维的时间之内 他看不到 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他不知道在很快 耶稣将会施展一个 让死人复活的神迹 他看不到 他跟我们一样都是 有限的 但他能看到什么 他能听到什么 他能看到 刚才耶稣所实行的 那个圣迹 他能听到 那个患12年血漏症的 女儿所做的见证 可以感受到 这个就是神 同样在使用见证 去帮助他塑造和坚受 这支信心 所以见证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的 神在使用这支见证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 哀哄 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拧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杨洒沙 写了 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所有人 都反复确认 这个人已经死了 已经死透了 甚至当耶稣说 他还只是睡着了的时候 他们都吃笑他 想什么呢 已经死了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 大力大 古米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 我吩咐你 起来 闺女必须 起来走 他们大大的惊奇 闺女已经 十二岁了 耶稣 切切地吩咐他们 不要叫人 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 恭喜 那首先呢 我们想看 绿色的这两个字 绿色的这几个字 大力大 古米 首先大家千万不要把它 误认为像哈利波特式的那种咒语 拿着一个半 说一句什么 那种咒语 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句亚兰文 下面有非常清晰的标注出来 翻译出来就是 闺女 我吩咐你 起来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咒语 它不是一个咒语 它是表示马可的基础 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当时大家听到了这句话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马可忠实地把这句话记下来 那我们看到第42节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我们看到立时就起来走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确认 这是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 它是一个比刚才一致更大的一个神迹 那耶稣怎么做到这个神迹的 你可能会很好奇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我不知道台下的学生物的老师们 理工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观点 耶稣怎么做到 但我更相信他是一个超乎我们认识的神迹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但是我知道的什么 但是我知道的这件事 在整个的救赎历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标志着 耶稣展现了他战胜死亡的能力 要是入出耶稣具有战胜死亡的全面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圣经最开始 最开始 我们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 当他们面临着神警告说 你不能吃那个分辨上个树上的果子 吃的那天你们必定死 但是亚当夏娃觉得无所谓 他们走在了神的前面 他们认为人的判断可以高于神的命令 所以他们吃了那个果子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也必然遭受了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所以在后面的圣经里我们看到了 罪它象征着对于神的悖逆 它进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罪的一个最核心的结果就是 我们失去了永恒的生命 死亡像是一团乌云一样 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图上 旧约 整本旧约 所有那么多人 没有人能真正解决死亡的问题 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承诺的9月里面 就是祂最终会来解决死亡的问题 祂最终会让我们重新回到伊甸人的美好 以赛亚书26章19节 然而属你的人必复活 他们的尸体必站起来 睡在尘土中的人必醒来 欢畅 你必使死人复活 如清晨的甘露 使大地恢复生计 看非常美丽的一个描述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这个对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 其实非常明确的在向我们宣告 旧约的这个预言 对于死人复活的预言 已经开始应验了 所以我说 这个是在旧书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标志着神对于罪 对于罪的最核心的那个审判死 先开始 逆中 它标志着神的国 一个新的世代 新的秩序 已经开启了 当我们看到 耶稣在今天的这两节经文里面 他向我们施展了两个神迹 一个是他医治的神迹 另外一个是他 死人复活的神迹 他其实通过这两个神迹 非常大声地向整个世界 宣布 新的时代 死亡和疾病 都将被我踩在脚下 那今天的经文我们讲完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所讲的内容 在今天的经文 在今天这两个令我们非常感动的故事里面 耶稣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爱我们死 以及更关键的是 他医治我们疾病和死亡的能力 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 我们开头所讲的 无论你是从理性分析 还是从感性分析 你真的不应该错过他 而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因信称义 我们只需要放下我们自己谦卑地走在他的面前 接受他的医治和他的拯救 然后我们去为他做见证 用我们自己的信心去抓住他 那最后呢我想用Augustin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初代的教父 他的一句话来鼓励我们坐在下面的弟兄姊妹 God loves each of us as if there were only one of us 上帝爱你 仿佛在他眼中 你是唯一的存在 你想象一份这份爱 是多么的不一样 是多么的美大 所以我们有什么那样的理由 不去抓住他 不去抓紧他 那对于台下 有些可能还没有信住的朋友们 我也想有一些话跟你们讲 我相信神 是掌管万物 一定是神安排 神的旨意 让你今天能听到 刚才的这些信息 为了你那颗可能已经 很疲惫的心 我们今天经文里的这类神 它是那么的爱你 它不希望你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真正在乎你的世界 或者说即使有 也没有人真正有能力 帮助你从每一个困难当中解脱出来 朋友们其实 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这个世界其实称赤着各种各样的混乱 背叛 疾病 各种各样的意外 在座的所有人 包括我可能随时甚至在明天就成为这些意外的受害者 或者是牺牲品 我们的人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的人是具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 我们具有非常多非常好的品质 尤其是当我们遭受到逆境的时候 所展现所激发出了那种拼搏的决心 那种顽强的意志 那种抗争的精神 我没说这些不好 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本人也是非常佩服 我也很愿意去追求这些 我所要告诉你们的 我希望说的是当真正的逆境和绝望 当真正的邪恶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真正的在地狱里无尽的审判和折磨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你没有办法把逆境变成礼物 你也没有办法把你生命当中的苦难和绝望 像今天的经文里面 耶稣基督所做的那样 变成平安和喜乐 你做不到 你没有能力 所以还是那句话 什么时候种一棵树是最好的 第一个答案是十年前 第二个答案就是 现在 无论就是今天 所以 我真心的叛报 台下如果还有没有信的朋友 我希望今天 耶稣基督通过今天的经文 让你看到他对你的爱 我真心的盼望 通过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故事 通过今天的这类女儿的故事 可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经文里面展现了这种无与伦比的爱 展现出你是那么的关心我们 你是那么的爱我们 你不仅在乎我们 而且有能力 真正帮助我们 天父我们是何的能配 我们只有抓住你 抓紧你 才是一个我们作为有限的人 所应该做的 天父 求你 求你给我们信心 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刻 做出符合你心意的 正确的选择 以上岛道后 我主耶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